电视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是一部都市情感剧 这部剧播出之后 很多观众都表示再也不惧慌了 剧中杨子和肖战之间的对手戏也非常亮眼 他们俩人也真是郎才女貌 可能也没有哪个演员会比这俩人更适合剧中的角色 当然剧中其他女性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今天我们也来分析一下他们都会有怎样的结局 一 应喜 应喜是肖战和林志孝的共同好友 相较于另外两人的爱情故事 应喜的感情经历就比较中规中绝一些 她与自己的青梅竹马走到了一起 这样的感情可能也很让人羡慕 毕竟这也算是知根知底 家里人也更相信他们可以走得长远 应喜和金时的感情早就过了七年之痒 只需要应喜一个表情 金时就知道 应喜心中在想什么 林志孝和肖山就很羡慕这俩人的感情 比起以前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 可能平平淡淡才是真 毕竟所有的感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 在平淡生活中的相守才是大家最羡慕的 二 高熙 高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姑娘 她作为副院长的女儿本身就自带光环 自己在医学上也很努力 但是高熙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感情上 过于执迷不悟 不敢对不爱自己的人说再见 名言人都看得出来 顾薇不喜欢高熙 但是高熙自己还在自欺欺人 后来更是在知道顾薇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以前女友自居 她一直试图想要拆散林志孝和顾薇 也许表面上的般配并不是真正的般配 真正般配的两个人能够在心灵上达成共鸣 高熙从未走进顾薇的内心 最后高熙也落魄离开 选择去国外进修 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之后 高熙才会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三 萧珊 作为林志孝的死党 萧珊自己的感情生活就一团糟 但是总是好心为林志孝出主意 最后总是会出现乌龙事件 这个狗头军师也真的很搞笑 好在萧珊也遇到了自己的克星 顾萧对萧珊一见钟情 萧珊也很会了拨人 顾萧从内心认定了萧珊 不过这俩人之间还是存在太多隐患了 越是在乎后继问题出现也越多 现在俩人感情还没有到关键的一步 所以还没有开始计较 四 林志孝 林志孝是一个想要叛逆 但是又不敢叛逆的孩子 在父亲的威慑之下 这些年龄志孝都很憋屈 但是好在林志孝遇到了顾萧 顾萧支持林志孝的一切决定 且在和顾萧确定了关系以后 林志孝父亲对他管控的也少了 他后来还准备考博士 在自己的领域也算是有所造诣 婚后俩人也算是 共同进步 共同成长 步调一致的感情 也真的很让人羡慕 林志孝的结局也真幸福 这些年龄志孝的结局也算是有所谓的 这些年龄志孝的结局也算是有所谓的